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歡迎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是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王偉豪、Wafi Wafi,你好 Wafi,我們先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一位嘉賓觀眾,Win Scho,發出一個電郵來,想問750,輕易太陽能 他說8個月買入,保鐵出台好像對股價沒什麼幫助 想問網空間和紙攝位,8個月買了可以怎樣做 8個月買了,雖然在近期的高位買落,現在正在捱價 怎樣部署好,我覺得就拿著線 雖然你會記得,沒錯,好像這一層對之前的保鐵因素 就不是說太炒得起 炒起了短短一、兩天之後 就馬上做回落 我想這樣說,因為大家的黑市場 仍然是所謂的半信半疑狀態 因為如果你以過去的中企業來說 沒錯,整個光復股 特別是下游的,例如輕易等等來算 是仍然挺理想的 但某程度上,也會記得這些下游業務 其實除了因為上游方面的成本跌下來便宜之外 某程度上很關閉正本補貼的因素 即是很關閉國策的受惠性 沒錯,隨著這段時間過去不斷有這些因素出現 但你會記得,很多時候 一來成效怎樣也不知道 二來會否假不中突然間 因為某些因素而停了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後面來算 都仍然有些不確定性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這些因素 令到價也算是炒不起 但為何要先拿著呢 因為我覺得前方一來八個二買 和現在大概七個七五嶺 七個八度 其實就不算虧算太入獄 甚至以百分比計 都能大約四至五百分 我都可以先拿著 如果以現家團來算 即使真的想走 我可以以大概七個半 乘近十天二天線七個半 如果短線穿七個半以下 才考慮去走一走貨 因為到時七個半穿了的時候 和你的抹價計大約九個百分比計 我覺得短期內 可以指示多少位置 暫時買回七個半 只要七個半不穿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是 抹完這一層之後 可以從上八元樓上 如果可以上八元樓上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的 比較短一點 以大概八八至九元 做這一層目標價 謝謝 另外家庭觀眾 楊小姐在電話旁邊 楊小姐你好 你好 劉小姐你好 你好 Raffi你好 我想請教你 三八六 我有貨 一日後除淨 我會否拿她的顏色 民事 現在走了 好 六元的位置 今天來說 暫時在目前的最高價 想問除淨前走 還是除淨後走 是否收拾好 以中石化來計 一來近期走得比較漂亮 二來本身是上有貨 甚至三來始終都隨正 我會覺得以今次派的顏色 大約九仙人民幣 中期色 如果以全年色的推考 反學的色略 也有四十多時候 我覺得其實挺值得 等到收色因素 順便拿著先 如果以大家記得 除淨前 為何今天或淨後來計 無端端被炒起 其實不多不少 跟收色因素 顏色方面比較吸引 而且近期 以石化股來計 很多所謂的藍因素 困擁著其他同業 譬如中石油方面 大家都知道 石油的風暴 調查因素 變相我相信 令到部分錢 就算是停留在板塊裏 都減其他股份去炒飯 所以我某場上 留在中石飯裏 所以你見到這股 岩306 稍微偏強一點 所以如果以這幾張數 加起來 其實如果楊小石油上有貨 其實依然值得先 暫時來說 看看股價 能否在除淨之後 調整完之後 再來一次去打突破 假設可以突破到六元以上 我覺得可以 以下一層的目標位 看上六個三這邊 做岩姐的食物位 到時有財色都兼收 以下面來說 真的很想調整更安全的位置 或者是比較中線的指示位 拍一條五十天線 大約五個六度 這股是穿下來的 才考慮走一走 楊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請教你 4號 近來這幾天的走勢挺強 能否進入 現時九倉位置 65.8毫半 暫時升近接近百分之一 但稅銀早兩天發表了一份報告 說到內地房產利潤令人失望 所以將九倉目標價 下降到75.3 但平均仍然維持買入 怎樣看現在九倉呢 以九倉來說 為何這幾天稍為做好一點 或者升得這麼漂亮 其實某程度上是關閉 之前那一陣掉跌得比較多 以圖表來說 大概八月初到 其實由大概七十六元樓上 差一元左右 慢慢滾下來滾到六十二元 其實短短這裏 即是不是太長的時間 都跌了九元下來 變相跌了那麼多 自然隨著業績出來之後 要反映數都反映完之後 稍微離開反彈 我覺得是比較正常 但如果以反彈細頭來說 只是跌的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其實是否一個很強的動力 我覺得暫時要先觀看 而且剛才你講到 很多大行在業績之後 都有報告出來 其實稍微的看法 都是比較忠誠偏淡為主 所以如果要買下去 不是說不可以 但可能要給多一點耐性 才會有大一點的升勢 暫時來說 如果想買也好 可以做兩收準備 第一收來講 看看大概六十六個半這邊位 難怪這一陣突破 兼且站得穩 如果站得穩的時候 才去追 變相到時要花七十八一元 做回目標價 但反過來 如果這一陣破不了的時候 反而我會覺得 等我股價再做調整 下回62元才做中性部署 謝謝 楊小姐 還有其他問題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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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位家庭觀眾 黎小姐 黎小姐你好 小慈你好 8600元我未有貨 他問甚麼價碼可以入貨 好 6.68元 今天跌超過半成 主席來說 在高位趁機減持 並且折讓配股 見到昨天收市價 七十七仙 折讓超過半成 攝資大約8億0400萬 未有貨的話 在這個時候 主席趁機減持 買不買得過 幫助得過 以回信義來計 今天剛才Nikko說到 最主要受的就是 配股減持因素 而今次來計 公司的行動來看 比另外兩隻 今天一起做的 譬如健康和旺旺來計 更加為之 特別少少 始終都涉及到 宣教後生的配股 或者減持股 兩邊都在做 所以形成今天 負面的反應 來得比較大 一些比較多少少 更加現在暫時來說 穿了一個配股價6.7 這邊位 所以如果要買不買得過 當然 今早已說過 從基本面來看 我這一刻 都覺得樂觀 因為從無論過去的中期日 即又好 或者未來的增長兩點 不斷說的旗下 譬如電子玻璃等等 這些因素來說 我相信依然有個不錯的看法 但奈何這刻 受著配股因素 穿了配股價 甚至有個技術表面來看 稍微比較偏淡 我覺得就算想買也好 就算先收回位置 這麼急去買 因為從圖杯來說 你會記得 之前慢慢形成了 比較明顯的一個圓頂 支持位置本身在7元 哪裏 隨著今天這樣穿下來 正正一來 如果他真的要宣告 這個銀元頂的支持位置失手的話 量度回到風度計 有機會落回6.4 這個位置 而6.4拉過去看 正正剛好 也是這些低位附近 所以我相信 要先看看6.4有沒有支持 而且以今天這樣跌下來 除了穿了7元支持之外 更加連條50天線都穿了 甚至好像初步看 未必這麼快回到上去 大概6.8 所以如果以技術指標上說 我覺得上二波短期裏 都依然有個反覆的可能性 所以比較建議 就是撐回這幾天 看看接下來 南文革反覆之後 可以在6.4度溫度支持 如果有機會在6.4度有支持 才考慮去上車 變相到時來說 以大概7.2度 做回這一陣目標價 而下面來說 再次穿回6元左右 再考慮去止蝕離場 楊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黎小姐 6837我有貨 10元5.8 我想問現在怎樣部署 好 二次來說 賺錢 今天去到11.6的位置 升6 10元5.8入了 推高展覽委的錢號 的確 如果以10元5.8入了 賺錢 亦是比較漂亮的走勢 我覺得 就不用太急 或者太擔心怎樣去部署 我會覺得是拿絕線 如果問到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更加值得是中線去部署 因為我覺得隨著接下來 第四季開始 或者慢慢來計 如果我們做得越來越好 其實對相關的中資券商股 我覺得中一百個帶動 但當然 與其短期已經有個賺幅在手 我相信 我覺得可能中了一樣 所以問短線怎樣部署 或者部署什麼位置 如果以圖會來計 我覺得短期裏面 可以先以12元那裏做目標價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一層可以上市這些位置 去做目標位 反而下面來說 所謂的指賺位 推到什麼位置 或者擺放什麼位置 暫時來說 我都可以擺放11.2左右 一來就是十天線 二來就是這幾天的一個 突破之前的位置左右 擺放11.2 如果假設這一層 不穿11.2樓下的 我覺得不用太急去指賺 穿得回的才指賺來一離場 黎小姐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問我有1336 我22.1買的 我想問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好啊 21.9毫半 今天正在接近百分之二 22.1距離 現價不是很遠 回家鄉難度大不大 其實我覺得回家鄉難度不大 因為想說那一句 一來就22.1 和現價21.9毫半 其實欠個毫多指的水位 變相幅度上去看 其實不是差太遠 我只是簡單地這樣說 稍微無論港股或者內地市 稍微輕輕是不再抽一抽的話 我相信對中華亞 即是1336來算 都應該有了一步的大動 這一點我覺得看起來比較樂觀 而且以今天走勢來說 或者這一層走勢來看 之前這麼大的跌浪都叫經歷完了 由大概31元 30元樓上慢慢滾下來 滾到20元 要跌的或者要反映的一些負面因素 我相信在這一層這麼大的跌浪來說 其實都反映七七八八 而且你看到這一層開始 在低位置 借近20元左右 其實慢慢有一個支持 所以我覺得從這幾個因素上看 其實我覺得可以先拿著 而且最後一點 就是以今天來說 離過明顯突破之後 進一步是突破了50天線 借近1.8這邊位 所以只要後市來計 大概1.8 50天線都依然可以站穩的時候 其實慢慢有機會確立個勢 是有一個轉勢現象 即是見了底 所以暫時來說 可以先拿著 以大概23元做短期的目標位 去到這位置 破不了的才考慮到食屋離場 當然破得到的 其實上網還未遲 反而下面 如果你真的想安心點 去訂一個所謂的指示位 放回21元邊 如果你有機會穿回21元樓下 才考慮到指示你離場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黎小姐 謝謝你 好 多謝你電話 另外解答完家庭觀眾的電話問題之後 不如跟大家看看市場上面的一些股份 想跟大家看看旺旺 剛才都跟Wafi談到的 今天旺旺因為相關被股東清貨 開市的時間跌近3% 但跌幅收窄了 現在跌不夠1% 去到11.34元 現在港股亦有倒升的情況出現 今次來講 配股上版 主要來講 涉資超過5億元 今次來講 賣了4,626萬股 統一 就不是主要的股東 對旺旺影響性又大不大呢 如果以暫時來講 我覺得以往往實質的基本因素上看 或者各個營運上看 其實影響性又不是太大 只不過有這些配股因素 即是減遲的舉動 股價開始回來要不跌 的確比較難些 雖然只不過也是 跟回正常情況 叫做跌一跌下去 但你會見到 今天回來之後 跌了之後也好 到這一計 其實慢慢跌幅收窄 或者是開始叫做有差不多不用跌的現象 甚至到今天來計算 最低位的下計 11.08% 都依然守著11.08% 即是市面上看的反應 其實就不算太過差 因為我覺得幾個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 一來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統一 不算我往往的主要股東 或者業務上看到什麼 實質的影響性 這當然是第一件事 而且今次的一個減遲舉動 除了配售的折樣幅度不是太大 之外 另一邊相見到 今次沽了貨之後 都意味著統一 未來就沒有拿著旺旺的貨 所以大家可能 釋除了一些憂慮 就是你也不用太擔心 未來有機會再做減遲 變相這些陰謀數除了之後 的確都是比較兩例 所以傳聞因素 令到隔底下 是就是今天要跌的 但暫時就不算太過差 而正如今早這樣說 以往往來計 之前前衡終極的業績 都給大家有個不錯的信心 特別是旗下的 譬如米果的業務 或者是乳業的業務 其實依然是表現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這個勢頭來看 再加上要減遲都沽完的時候 其實只要股價這樣說 依然力守著11元留上的話 我相信問題不是太大 亦都有個比較中性的角度看 要再設上高 在近12元留上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事實上如果大家之前有貨 而今早早都沒有走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反而就不用急 這位置走 暫時一定的 剛才提到的 只要穿了11元 可以穿的才能去選擇幫你的利場 謝謝 亦都多謝Wafi 今集和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和和大家分析了旺旺的前景 要問回Wafi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哪個有次 沒有的 謝謝 待會回來 就是每隻股的環節 會有我們的經理 就是陳偉聰Jason 和大家推介股份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最新內容 恆指方面 現在正在升10點 到22405點 下一節見